林依晨获得比审青睐 荣登金钟影后宝座 庆功宴上好搭档郑元昌 以及导演都特地现身祝贺 由于上台领奖时 林依晨过于紧张 遗漏感言 庆功宴上也不忘在镜头前 再度说出心中感受 无关剧种 但是大家演出都同样认真 我知道可能大家比较 focus在剧种的不同上 但我想说的是 所有的入围者 我相信他们都很尽力 对于获奖原本不抱其忘的林依晨 在第一时间听到得奖的消息 心情格外兴奋 我第一次觉得 电视上的肖强大美女 竟然在对我放电 我想说为什么她要对我放电 后来是她已经知道了 她就 对我老实说我是因为她 所以我多了几秒钟的准备时间 只想着千万不能跌倒 千万不能跌倒 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有啊 翻唱天理一结束 我们就在后台就疯狂了 他们比较疯狂耶 他比我还开心 我太开心了 就是一下就拿着讲 他讲完了 然后我们要转身到后台 我们就已经 已经在后台 我是被他拎出去 拎出去 戏里默契绝佳 戏外小众英 伊诚也被凑成队 颁奖典礼上 小众英台下的要求 亲吻伊诚的脸颊当祝贺 庆功宴赏 记者当然也不会放过机会 再度工两人现吻 我在戏里面直接舔他了耶 真的 安慰一下他很可怜呢 他的心 我觉得他明年会因为我们这一部入微 因为实在太精彩了 我们平常就有那个在互相合力 什么什么 在互相合力 你还是先别讲好了 好像越秒越黑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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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